詞曲 李宗盛 夜無窮 不怕恍若一夢 重用担当自由人会懂 在马蹄声中中恒 到墙前几力长生 欲动他云端 美名天下送 英雄的眼泪 只能落心中 荣耀和感动 留在鸿马一生 缠断了泪和悲观 豪情在天下不满 斑驳的岁月 为正义而战 是流光一彩 是孤空万里 是传奇在长茫到地 让一生正当 世界漫过故事 回忆 英雄的眼泪 只能落心中 荣耀和感动 留在鸿马一生 缠断了泪和悲观 豪情在天下不满 满过的岁月 为正义而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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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龙 你疯了吗 言成 我们身处南徐 危险无处不在 这些都不得不我扬 胡说他们内乱也好 外患也罢 他们自会处理 用得着我们操心劳什么 咱们不必理会这些烂事 他们还能奈何得了咱们 现在咱们客举江东 他们要是想算计咱们 有的是办法 主公尽管有吴国泰护着 但仍然时时刻刻面临着危险 我们为了主公的安危 有些事不得不防 自从上次假化刺杀主公之后 我为主公的安危日夜忧息 这儿是人家的地盘 不得不防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这是我等所为属下 应该尽的职责 延长 这五百兵士的生死 全都交给你了 子龙 山路这一段为山谷 两边山坡陡峭 可派潘章率领一千兵士 埋伏于山坡之上 预备好纵火之物 再令甘宁 灵统各率兵一千 埋伏于山谷两端 只要荆州兵进入山谷之后 甘宁灵统各自堵住骨口 可令潘章先用火球 山石攻击荆州兵 而后再令甘宁灵统 两头结杀 都督妙计 切记 曹军要扮演的逼真一心 适当留紧的火口 让他们把凶手是曹军的消息 传播出去 诺 诺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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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闹 全是胡闹 到 共锦怎么能中了赵子龙的激将法呢 他堂堂一个兵马大都督 怎么能够亲自渡江侦察军情呢 都督的意思是既然作息就要做得像是 假如赵子龙死在曹军大营之外 岂不更好 连同攻进 咱们才十九个人 套位一旦被曹军发现 不中了赵子龙诡计 共进性命威夷啊 主公不必有心 这些都督都已想到了 他已有应对之策 即便如此 单凭十九个人 你认为能四季杀了赵子龙吗 难道你不知道 他当年曾经 单枪匹马血战长满坡的事情吗 主公只管放心 当您长满坡之时 赵子龙尚且是单枪匹马 这次可大不一样 赵子龙此番长枪不鞋 白马不骑 他只身一人 仅携带一柄长剑 他 他 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却是 今夜月色较迭 没有烛火 一样脱明 在如此精密的大江之上 能与都督共银 真是别有一番雅兴 能在此情景之下 与赵将军共银 也是周某一大姓氏 江湖传言 取有物 周郎顾 都督的音律 乃是世间一绝 还有人能亲爱听到 月光如华 波澜不星 世间如此静灭 正是抚琴弄消的绝好情景 只可惜 咱们此次是侦查敌秦 如赵将军不嫌弃 以后周某一定会当面献丑 好 好 谢都督 来 再饮 上 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果然在这里 小心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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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我们本想散散步 没想到还是被曹军的暗哨发现 看来这步是散不成步 既然散不成步 那不如继续对月小卓 好主意 好主意 来 赵云 周瑜 周瑜 看来你的旧相识来了 原来是夏侯兄弟啊 夏侯盾 咱们俩博往破一别 有数年不见了吧 赵云 你够胆 比我军大银这么近 算你狠 有点意思 这有什么新鲜的 当年从星野到江夏 我不也一直和曹冰 小货在一起吗 来 大哥 跟他废什么话 咱们命令士兵乱进其发 直接把他们射成刺猬就是了 姚才 秀得虎颜 还记得当年长板坡的时候 丞相就没舍得射杀赵云呢 现在谁知道舍不舍得 那个周瑜就更杀不得了 他可是无军主帅 如果能把他生擒 岂不是与齐功一剑 这么说来 他们两人都杀不得 杀不得 杀不得 既然这样 那 众士兵一拥而上 将他们为主 兄弟 你还记得渤望破一战吗 就是这个赵云赵子龙 他佯装战败 诱我进兵 只是我军损兵折将 谁知道他这回 又玩什么玄虚 既然夏侯兄弟 这么有雅心 看我跟都督饮酒 不如你们也卸下功奴 坐下来 与我和都督同饮吧 赵将军都说了 你们就坐下来 与我们一起同饮吧 来来来 大家都喝 来啊 都举起杯 大哥 管他们想干什么 咱们先派上败人 围捕他们 试试他们的轨迹来得快 还是咱们刀来得快 准备 对 都督 他们终于要动手了 怎么办 平日里操练你们的是赵将军 至于怎么跟曹军作战 自然得问赵将军 平日里我练兵之时 我有说到 地不分大小 人不分众广 都可以形成极强的阵型 你们十几个人 只要阵将不乱 无人窃战 都可以形成 以一当十的阵力 快出品 把他的侠贴 人也没有 他们的轨迹 Ka千年 他也不会有 有位 他也不得了 十八个冰士 居然斗败了上百操兵 而且还无意伤亡 赵将军最近的操练 真是神效 不敢当 受都督所托 子龙只能尽力而为 大哥 若能再这么耗下去了 我们乱箭西发吧 大哥 大哥 哥 你看着办吧 大哥 我必有心 若我成仇怪罪下的 我一人担责 来呀 弓箭手准备 看来你预留的后手 该派上用场 来人 发信号 下侯敦 你刚才忙着围捕我们这二十多人 你可把江面给忽视了 这无军的将士 想念他们的周大都督了 派出了数十条船 驶向了北岸 这 数子 又是奸计 派兵船接应 这不是我的主意 你要骂 就把周大都督吧 好 杜徒 你看今天的事 怎么收成 今日我们前来 只为在北岸散散步 小卓几杯 既然这酒都喝完了 那我们就散了吧 想走 没那么容易 你们都走不了 夏侯淵 如果咱们对手军乱箭齐发 你就一定能够保证毫发无损吗 你 如果我们的援兵 继续强行登岸而来 你就一定能够保证 你会击退我们吗 你就能够保证 你的迎战 不会被我们攻破吗 现在天色已晚 不如我们明天白天再战 那才能杀个痛快 杀个尽兴 你看如何 你的意思是 就依周都督之言 各自散了吗 咱们各自罢兵 各自回营 来 受兵 这启弥新 终于升起了 天终于要亮了 这真是一个 永生难忘的夜晚哪 这个夜晚 可能让你失望了 既没杀掉我 也没有害到 荆州五百兵士 我早就预感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 。。。。 当年诸葛军师借兵封的时候 曾使用过你的兵符祭贴 最后他虽然还给了你 但他却留下了一个母子印记 于是我便做了一个假的 没想到又是诸葛亮 邀我到江北去侦查敌情 难道也是诸葛亮的主意 军师远在荆州 怎么可能面面俱到 这是我的主意 你冒此大险 究竟图的什么呀 我啊 图的东西很多 但是 得需要都督成学才行 说说看 起一 我想借曹军的刀剑 再次清晰地告诉都督 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是曹操 谢谢你 及时悬崖勒王 不要再做仇者宽 轻着痛的事情 这个我自然知道 用不着你提醒 继续说 其二 我之所以不骑白马 不拿长枪 指引我训练过的吴军 以阵法来聚曹兵 我就是想告诉你 刘皇叔的兵士 每一个都如此能战 你切勿错判行事 但是 如果孙刘两家 真要并融相见的话 你们一定占不了什么便宜 你想以此震慑住 这只是子龙的异乡情愿 王后该怎么打 跟谁打 我心里有数 你继续说 取有物 周郎固 都督的才华 子龙向来佩服 可惜啊 我们一直不曾深交 就算当年赤笔大战之时 我在江夏 你在江东 也不曾并肩作战果 我呀 一直在寻找这个机缘 你这个机缘 可真够险的 子龙深知 都督是一个谨慎之人 不敢做半点冒险之事 于是 子龙才想出此诏 你口口声声说 想与我并肩作战 与我交好 这话呢 半真半假吧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刘备 对 我家主公 来到江东以后 这几次遇害 都是都督的主事 为了能让你从此罢手 我很是希望 能跟都督交好 与我交好 免了吧 你我各位其主 没有那一天了 至于让我放过刘备 那就更不可能了 我有一句话 你不得不听 也不得不从 柳慎在山谷之中 拿住了潘章 他已经把加码曹军 意图杀害荆州兵的阴谋 全都供述出来了 如果你不想这些人证和物证 都交给吴国泰 你就要听我一句话 前番你已经惹了吴国泰大怒 这一次 你还想让吴国泰 再动肝火吗 你怎么威胁 你比谁都清楚 吴侯是个孝子 如果吴国泰被气出个好歹 你觉得你周公警 在江东的日子 会好过吗 你意图杀害荆州兵之事 我不会向我家主公 和吴国泰提起 子龙只希望 你能够亲口承诺 以后我家主公 在江东的日子 你不会再一谋涂害他 其实我承诺不承诺 又有什么价值 经过昨晚这一战 我已然很清楚 只要你在江东 只要刘备不犯大错 我已经谋害不了他了 我看都督是个君子 但是子龙还是希望 都督可以亲口承诺一下 只要主宫在江东正常居住 他便不再谋害主公 希望他能说到做到 声当为人就会有底线 这一点 我相信身为都督的周瑜 一定会做到的 江东终究不是咱们的九流之地 子龙啊 你还得设法劝主公 早日返回荆州才是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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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的要注意身体啊 别担心 高兴开心 开心就得喝酒 没事 主公 恕赵云直言 主公与夫人成婚已近一年 莫非主公打算久居江南 不回荆州了吗 子龙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情恕赵云无礼 只是如今大爷未成 只是如今大爷未成 还请主公 以大爷未成 子龙心意 我自然明白 只是国太与吴侯 待我如此之好 我总不能 伸手打着笑脸人吧 景州尚有军师坐镇 若真有什么变数 我自然是以大爷为重 所以子龙啊 不必要太担心 我与吴侯交好 对日后我们结盟抵抗曹操 乃是好事 是大好事 正所谓是既来之自安之 子龙 这些年来 在这儿呢 六位 四位 四位 尹 二位 六位 三位 子龙 无负消守 子龙 你看我带什么过来了 怎么样 这都是我亲自插的 好看吗 好看 我真不是自夸呀 我只是看了几次 上香姐姐插花 然后我就学着自己弄 没想到插得这么好 你说我如此天资聪慧 到底是遗传了谁呢 说起插花呀 不仅要心灵手巧 还得眼光好 说到眼光好呢 我还得再夸一下自己 我要是眼光不好 怎么会看上你呀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有啊 那你说 我说什么了 好了好了 不吵你了 没有 你在看什么 我再看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该不会在想马玉柔吧 没有 我只是担心主公的事 刘皇叔和姐姐在一起好着呢 有什么可担心的 这就是我担心的事 我已经几番跟刘皇叔说过要回荆州的事 但他都没有答应 我们来到南徐 眼看就快一年了 你操这份心干什么呀 你想 荆州呢 有诸葛军师坐镇 要是有什么事情 他们一定会通知我们的 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就说明呀 天下太平正了 你倒是提醒我 军师的确有数 在年底 便看第二副锦囊 我还没看清呢 连背影都这么好看 什么 曹操领着三十万大军前取荆州 主公 军情请急 子龙哪敢戏眼 匆忙地赶来 打扰到楚公和夫人 失礼 当然是军务要紧 子龙无需自责 我们得赶回荆州了 只是 夫君 你放心 我知道你的顾虑 我既然嫁给了你 自然这一生都要跟随你 你若回到荆州 会置身战乱 委屈夫人了 上香也是出生在诸侯之家 在嫁给夫君之时 便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 但是上香并不害怕 只是 母亲年岁已告 这一笔 这一笔不知道何时才能够相见 赵将军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孙夫人 请讲 我知道我母亲如今最放心不下的 便是宝月妹妹的婚事了 如果我能在离开之前完成母亲的愿望 也算是尽一份孝道 不知赵将军可否成全 这 这 谈婚论嫁 恐怕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决定的 如今军务紧急 恐怕 赵将军也不必如此为难 我的意思 并不是要你和宝月妹妹立即成婚 只是 想让赵将军给我一个承诺 让宝月妹妹跟着你 你能好好照顾她 好 我答应孙夫人 一定好好地照顾宝月 子龙 今晚立刻准备 明日一早 我等出发 主公 我看此事 不可能不胜张 最好不让国太 还有吴侯知道 为何 这孙夫人和国太母女情深 吴侯就这么一个妹妹 若主公与孙夫人突然请辞 恐怕国太和吴侯 肯定不舍 国太有十分注重礼节 想必会大摆延习 为主公和孙夫人送行 子龙所言极实 可是 明日我等 急去渡口的话 不会引人注目吗 夫君 赵将军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不如明日我去告诉母亲 我与夫君前去江边祭祖 一来 不会令别人生疑 再者 子龙也有时间去准备 让将士们先行去渡口 孙夫人 聪慧过人 这的确 是个两全之策 嗯 上香实在是不肖 非再欺骗了母亲大人 而且还这么不辞而别 夫人 是我对不起你 这身在军中遇到的意外 实在无法掌控 看你如此伤心 我心疼不已 夫君 你实在不必自责 我不过是舍不得我的母亲 但是我并没有后悔之意 你身上的担子 可是关乎着 天下百姓的安危 怎么能被我一人所牵牌 你不用担心我 夫人 我刘玄德 此生能够娶你为妻 四而五寒 怎么了 这大江是过不去了 没有吴侯的军令 传府们都不敢渡江 这该如何是好 如果告诉吴侯的话 恐怕连渡江都不让人过 夫君 不如我们暂时走陆路 等过了东吴边境 我们再想办法 不认识 主公 刘备等人有动静了 怎么回事 今日刘备领着孙夫人去见国泰 说是要去江边祭祖 可我看有些不太对劲 长老公刘备手下的人都撤走了 去江边祭祖 这刘备在搞什么名堂 主公 恐怕刘备使得是金蝉脱鞘之计 借祭祖之名渡江回荆州 快 请攻击 说我有要事与他商议 诺 主公 后方有无兵 这可如何是好 且有无军阻碍 后有追兵追之 无得已无路可走 军事有提醒 如果遇到危机 就此行事 抗力情深 难舍难分 卵凤弩弄威 朕退追兵 夫君 发生什么事了 夫人 刘备有愧于你 夫君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昔日吴侯与周瑜同谋 将夫人嫁给刘备 又让我们整日安逸享乐 实则是想将我困在南巡 夺走荆州 如今我们不辞而别 你 吴侯必派人追杀于我 刘备已走投无路 还连累了夫人 我兄长既然一再将我当幼儿 我又岂能任由他摆布 今日之危 我来替你解 夫人 子龙 你陪夫人一起去 诺 周都督 你好大的胆子啊 几番派人来追杀我们 周瑜奉主公之命 还请夫人莫要怪罪 周都督 你知道奉我兄长之命 难道我与夫君致辞 不是奉了国太之命 周瑜只听命于主公 如果夫人不想造成 两军交战的局面 还请夫人和刘皇叔 随我速回南巡 夫人先回去 有子龙在 这里交给我吧 那我只好施礼了 那我只好施礼了 拿下刘备 不得伤害夫人 不得伤害夫人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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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我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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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驾 夫人 你可有受伤 夫君我没事 只是周瑜亲自率了大批人马前来 恐怕我们很难抵挡 还得赶快离开东吾才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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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箭手准备 温元长在此 请周都督速速撤兵 周都督一路护送主公和夫人 实在是辛苦了 现在我领兵接手 都督请回吧 周郎妙计安天下 陪老夫人又折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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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老夫人又折兵 周郎妙计安天下 首郎调地安天下 叉叉夫人 都督 这边和 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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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么办 是吧 我们怎么办 快呀 都督 撤 撤兵 走 大哥 早送再上 好 受关羽一拜 张匪 见过嫂嫂 二弟 三弟 你们不必如此多礼 我早就听说 二位乃是世间难得的猛将 今日一见 果然是名不虚传 俺义德 不过是一见五夫 如果不跟随俺大哥 谁认识俺这个杀猪的 夫人 我让三弟脾气耿直 你别在意啊 三弟性格直爽 是件好事啊 当年夫君宇云长 和义德在桃园结议 已经在民间传为佳话 如今现有二位辅佐 才能助我夫君有此成就 我应该好好谢谢你们才是 嫂嫂既已嫁于大哥 就是一家人 不必言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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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散过枝探下几离河 忍不尽秋思寂寞夜晚歌 情风吹一吞秋梦停留 长衣入水中一河 细雨落风悠悠醉几愁 枝探悲欢全守候 月梦落爱相守坠落相拥 却相亲丝有愁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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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几层相识吹泪吟唱 轮回后相续的誓言未变 不认情让了从前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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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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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一曲中散去离别 这层像是吹泪吟唱 魂回后相续的誓言未灭 不忍惊扰了从前 自顾英雄几朵彷徨 心摔伤单后一塌的脸庞 遗忘心梦一场理想